以下節目含粗言諭語 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 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 敬請留意 又回來 肥叉環節 記住 肥叉特輯 不是叉燒特輯 講到拍肥叉 也要講到叉燒 近一兩年有一檔很囂張 我做叉燒 天下第一 第一 沒有人好得過我 也不見得有人好得過我 首先需要知道 譬如我被蜜少記的天下第一 或者我認為 小廚的煲仔飯是好 都是由我這個食客 去評論給他 而不由那間店舖自稱 老鼠跌落天平 自說自話 自己稱自己 他肯定膽說 沒有 做叉燒 沒有人好得過我 這是哪一檔 市榴香 現在我在旺角堂尾道 旺角堂尾道交界 這個位置 其實是貼近大角咀 我早前跟鱷魚 Steven出去發夢的時候 在他剛開的茶餐廳分店 後來我跟阿喬聊過 那間茶餐廳分店 只不過是分店 大本人在這裡 阿喬很棒 他說當然要拍大本人 這裡是唐美道 近深圳街交界的街市檔 在路邊的燒蠟檔 他買了二十多年叉燒 我買了二十多年叉燒 我買了二十多年叉燒 人生第一桶金 我玩HIFI500萬 不單是我說的 他在接受記者方法時 我玩HIFI500萬 平時我的店舖一定播音樂 用對喇叭有多少錢 用對抗音有多少錢 他說的 他說的是 我告訴你 他是比我的 這樣就行 雖然我拍攝 有時拍攝 我不是拍攝得太盡 但他拍攝得太盡 阿喬說 來這裡拍攝 他沒甚麼運氣 剛才拍攝到老闆 拍攝到老闆 老闆在這裡 老闆在行光的時候 跟我打了一聲招呼 笑笑點點頭 不知道他是不是認得我 但是認得我 不等你那麼多 我賺回 還是這麼說 這裏是$82元 叉燒 說貴不會便宜 大路偏 多一點點價錢 是OK的 我賺回半斤 又肥的 我不會說買叉燒飯 博他給我幾塊漂亮的 不用的 因為 要點大一點份量 讓砧板 落到的時候 可以落得鬆手一點 吃到漂亮的機會 就多一點 我現在就去 我要又肥又洞 最肥最洞都行 這個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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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肥這隻 看得到 好吧 好吧 我用半斤 不用切了 幫我切 給我盒子裝著 這些不用切出來 不用切出來 焦的這些不用切出來 好 好 好 這些是豬肉肉筋 豬青 那些是豬筋肉 豬筋肉 豬筋肉 就是豬青 好 這裏 五分 好 好了 剩了半斤叉燒 一盒仔 66元 那 都OK 先看一看 其實 真的很肥的叉燒 的位置 就不算很多 但是 比我剛才在壯興吃的 都肥了 剛才在壯興過 回來的 試試一下 這個真的很肥 我這個 有一斤 爽叉燒 吃下去 很香 它的汁很香 不是甜得很厲害 那個味道 比較特別 炭火的燒烤味 挺出色的 剛才那個燒蠟帽 就問我 這些洞 那些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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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用新鬼香去給 它不夠肥 而且我覺得新鬼香更好 起碼 那個肥叉燒得來 新鬼香 又軟又肥又軟又金 這個始終不算很肥 這個就是爽叉燒的 半太平的位置 那個筋 我找一個比較軟 這個 這塊很軟 這塊很軟 這個很軟 這個是肥膏 可以動的 你看看 被拖叉燒 這個叉燒出名是有原因,質素不太差,不要說軟軟,這個質素一定是軟軟,不柴不乾 我斬出來的,又有軟軟軟,又有爽軟軟,又有高軟軟軟,但問題是,你很追求去到極致的傳統舊式,我們死老鬼醬醉吃的肥叉,就真的沒有 我這樣說,我會認為老闆那種串,有少少過了,可以試試新桂香,因為你不贏得到他 在附近的話,我覺得你應該贏得到,普通的施納袋,一般都不能夠你來 但如果你說,池民叉燒,我是No.1的話,你有些傷確如地 除非你說,你是旺角九龍的No.1,我都不會跟你爭論 但是傳統的No.1的話,至少我會覺得,你比我第一站吃的肥叉燒 我也是這樣說,又焦又肥,又焦又肥,肥叉燒 但我覺得,好吃還未至於說,要去到這麼驚人 我找些,為甚麼我選到瘦的,為甚麼我選到瘦呢 因為老闆在接受傳媒時訪問,他說,現在的叉燒不會夠我肥 但如果要做瘦的叉燒,都能夠贏殺人家,這樣才是高張 我試試瘦叉燒 是軟的,但不柴的,是軟身的,但又不會覺得很特別 首先,一個叉燒是浸在這裏,浸在這裏,不會太柴,不會太乾 因為浸在等著,但又不見得很驚為天人 其實這些叉燒是,有機會在其他地方吃得到的 只不過是,今天這個叉燒,碳房味,多香口 你的醬汁,也都嫁得不錯,不會死甜,很稠 因為我有一天很怕,這些叉燒的醬汁,很稠,很甜 整體來說,我覺得OK了,66元,我會有所值 但是不是去到天下第一,就有些雙角原地 我先放一放一放,跟阿翔試試看,稍後再說 一般來說,我的節目都是不受贊助,不預約 雙腳,不會受人賄賂 不過老闆剛剛在拍,拍了他,讓我們一個雞腳,給了兩個分題 我們試試看,這個我,你就當我受了貴,不用錢 我們不用錢,就是這麼多東西 都平一平 雞腿我未試 它的分題做得不錯 分題的肉有味就正常 豬皮做得很好 豬皮的味道很夠 很爽 分題要夠冷 雞腿也很有水準 雞腿很爽 一看就知道很爽 用來燒酒用的 很爽的味道很爽 分題是不錯 說回叉燒 因為小腿很爽 老實說 我暫時拍到現在 拍了四間 拍了四個地方 暫時我認為新桂香領先 這裏的叉燒 算是多吃得下 老實說 你去到驚慧天人 但絕對是吃得過 這一區我估計都會贏了 首先這一站的公路要歸於阿喬 他決定來這裡拍的 如果去那間茶餐廳 老實說 他說 上一天我和鱷魚和Steven 去你那間分店的時候 阿喬也有去那一次 是 Steven和鱷魚點的飯 說真的 很普通 質素很普通 我只有一些說法 完全和這裏是兩回事 我去砍燒的時候 企黨那個 不是老闆 老闆穿藍色衣服 我留意著 他沒有什麼吩咐 我說 砍個美食給他 純粹是企黨的 說這個最肥 這個好嗎 但相對於那天 在那間分店裡吃 那間就真的 那兩碗飯是很普通 我只可以這麼說一句 吃燒尾斬料 永遠是期待 說守臣 除非你很熟 不然的話 就看守臣 今天這盒飯 就好看了再興 我告訴他 他贏再興 我不是贏 他贏的肥修道 是贏的味道 就是那個醬汁 和燒的火候 那個燒烤味 和醬汁調教的味道 你贏了再興 因為這個味道和火候 是長期保持著的 那變成了不同 不是企黨斬的那個手勢 所以我覺得 OK 都不會低分 不過就 都繼續吃得過 好了好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吃得慢 其實我都沒有試過 現在吃燒什麼好久 我讀書的時候 有些同學 買五元炒小酒 拿著 不斷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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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集再說吧 不斷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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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叫